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肖战,屡遭抵制为何依然很红? 最近徐克新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男主郭靖,确定由肖战出演。 这个大饼肯定惹来了不少人的羡慕。 前有朱仙张小凡,后有《射雕英雄传》郭靖。 那么肖战屡遭抵制为何依然很红? 著名的227事件。 肖战粉丝因举报AO3网站,L3是Archive of Our Own的简称。 国外一个非盈利性的网站。 该网站主要发不同人系列的小说画作等。 致使该网站关停。 这就惹怒了AO3网站大批读者,随后肖战遭到了全网抵制,成为了饭圈公敌。 这也导致了肖战的影视、代言等资源都出现了大量损失。 不过AO畢竟受众圈小,肖战的事业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影响。 肖战粉丝,某小学老师公然在课堂上组织学生为肖战应援。 肖战粉丝,某初中老师,以肖战为题,带领学生进行辩论。 甚至遭到人民日报点名,饭圈不能圈一切,特别是孩子的课堂。 但终究只是个别粉丝的问题,此事件过后,肖战依然风平浪静,似乎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发生这些事,对于刚爆红不久的肖战来说,路人员可谓低到了冰点。 为何为什么依然能红? 这就要从作品说起。 1、2019年6月,肖战主演的陈情令为无限一角几乎是一夜之间走红。 作为单没改编的的电视剧并不多,可以说凤毛麟角。 语之相较的大概只有镇魂,不过镇魂被改编成了纯粹的革命友情。 除了眼神,看不到一丝丝腐气。 陈情令就不同了,肢体语言,可以说腐气满满,作为腐女,简直能兴奋到爆。 后来同类型的山河令主演张ZH个人原因,很快就被封杀了。 再后来,同类单改剧直接被信了,再也没有同类型演员冒出来了。 这也就造成了极大的供求不平衡,单改剧这块大蛋糕从此无人瓜分。 肖战几乎独有这个市场。 2、再说肖战这个演员,对于迎评前的观众,主要看什么,还不是脸。 作为单改剧演员,肖战不仅仅是帅,气质上独有的魅感。 高、白、瘦,再加上一双透着无辜感的眼睛,很难不让人喜欢。 3、作为艺人最终还是要看吸睛能力的,而肖战的流量始终有增无减。 粉丝购买力强大,商家难免趋之若鹜。 肖战主演的第一部电影《朱仙》最终取得近4亿的票房。 不管是不是烂片,但作为商业片无疑是成功的。 这也是资本看到了流量的号召力。 肖战最大的并购,就是是偶像诗格,没有对粉丝进行正确的引导。 这些终究不是肖战个人的错。 作为流量演员,黑红也是红。 只要肖战不犯法,估计还能一直火下去。 如果徐克这部电影成功了那么肖战飞升指日可待。